我们看这一题 他说大雄手上拿着一个一面20公分宽的这个平面镜 镜面朝自己放在眼前 这眼睛眼前10公分的地方 若大雄想要从镜子里面 看到背后两公尺 两公尺就200公分 这公布栏的话则他至少他要距离公布栏多少公分 我们下来看 大雄的眼睛往这边看 从边缘看的话 一定要能够看到公布栏的边缘 往这边看的话 一定至少能够看到公布栏的边缘 这样的话才有办法整个看到 我们的那个 这个你的眼睛的话 或是这样讲 就是说这里也发出一道光来 进入他的眼睛 光就有可逆色 可逆色 你可以把它看成光是从这里射过来 射到这里 射到这里 这道光的话 虽然是从这里射的 不过你可以把它看成什么呢 看成这个往后延伸 可以看成是从这里射出去的 这个事实上是大雄眼睛的像 这是平面镜 大雄眼睛有个像在镜子里面 现在虽然这个光是从大雄眼睛射出来 可以把它看成是眼睛的像这样射出来 那这样这两个三角形就相似 那相似的话 它对应边呈比例 对应边的话就是说 这个小三角形的对应边的话 这个边是20嘛 那除以多少呢 除以这个大的三角形的对应边200 那会等于多少 会等于这个小三角形的高 这个高的话就是10 就是镜子到达的大雄眼睛的距离 这是10 那除以大的三角形的高 大的三角形的高不小的 不过这个高的话 我们叫做大雄眼睛 那大雄眼睛的就是从这里到这里的 这个什么长度呢 那大雄眼睛我就可以算出来 这刚好是10 这个是H H之后它就等于多少 这个是100 所以大H等于多少 大H等于100 大H等于100 它是问什么 问说这个大雄 距离呢 这个公布人的距离 它是要问这个距离 它是要大D 那整个H是100 所以100-20 这是10 这是10 所以这是80 所以大D等于多少 等于大H 减掉20 所以答案是80 80公分 也就是说 这个公布人 是距离大雄背后 80公分的地方 所以答案是80公分 所以这一体应该选C 好 应该选C 应该选C 是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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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 10 11 11 10 95